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们今天来批一个非常特别的八字 它的原本的问题呢是说 刚刚和前任呢就是闹意见 然后呢他问说能不能复合 啊来我们看一看先啊 他这个八字呢是女 女命然后呢 现在走着呢是22岁的 不须大运然后呢 他的本命八字呢是 冰心和然后呢第一只呢 直丑和还有隐害和 所以呢他面 目前的八字是守着戊虚 所以戊虚的话呢 如果他要问姻缘的话呢 姻缘呢一个女孩子的姻缘呢 就是他的官运 官杀运 如果没有官杀的运呢 我们就要看他的财运 为什么 因为财升官了 所以呢没有官杀的情况 我们就要看到了财运 而他的财运呢 老实说这两年就是说 啊去年呢和今年呢 去年是任盈 今年是贸虚啊 归贸 归贸不是贸虚啊对不起啊 是归贸 他的财运呢都在流年出现 那么我们就知道呢 其实呢流年出现的运呢 是非常不稳定的 因为他能够让这个流月呢 去影响本来有会变没有的 所以呢是非常的不稳定的 之所以这个原因呢 我们也可以知道 其实呢他 这个 这个姻缘呢 就是会比较不稳定 所以呢 他解决方法呢 就是说他应该要把注意力 放在印这边 印是什么 就是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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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他的学习 如果他是 呃 现在呢在工作 或者在学习的话 他就要 注重在他的应运这边 这个才是重要 而不是注重在官运 因为他的官运呢 他会来的 放心啊 因为接下来的大运呢 他就跑丁有大运了 当丁有大运出来的时候呢 他天干就出现 他的桃花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的正缘就会出现了 所以他应该把他的专注力转移 不要把他的专注力注意在他的英元桃花 而是把他专注力注意在他的工作或者是学习 要趁个这个时间的时候好好工作好好表现 因为应呢 也代表一个人的贵人 他有贵人 他应该要做他的东西 就是他的工作 而不是他的姻缘 还有呢 这种八字的 命组呢 他有一个非常 特别的特质 就是呢 他本命 他的财是被合着的 但是只要一天 他的财被释放出来的时候 就是当这个亥水被磕掉 而这个荧幕释放出来的时候呢 那么呢 他呢 就会像有些人讲说 一些人你会看到他 平常的时候 好像很普通的过日子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 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呢 突然间好像暴富 突然间好像又听说 他又买了豪车啊 又赚了一大笔啊 又好像买田啊 买了很大的产业啊 等等等等 做了很大的生意啊 其实呢 就是这一种八字 这种八字呢 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说 他的运气不到 是不到 但是一到的时候呢 是非常非常的强硬的 尤其是这个财 十三 他的硬和他的十三 你看全部他合住的 他是合 合住不了 就是好像 一个 一个大炮 一只大炮这样 他的子弹在这边 收着 收藏着 但是只要这个 萤火线呢 一点着的话呢 这个大炮一射出去呢 就是一飞从天 所以这种八字的人呢 他不鸣而已 一鸣惊人 所以这个八字呢 是非常特别的 只要他能够呢 把专注力 注意回硬那边呢 那么呢 他就会很好了 因为总有一天呢 这个害水 他是会被干掉的 当害水被干掉 他的财运一出来 他就会报复 就是我们所讲的 突然在很短时间的时候呢 赚很多的钱 就是这种八字 好吗 所以当他的心经被课 但是不能 心经不能被课 只有等丁火来 所以 丁火 只要到了下个大运 丁有年一到的时候呢 那么他就不丑 没有桃花 他可以讲说 到时候啊 他桃花多到啊 我也不会讲 所以现在呢 先好好学习 好好工作先 然后先把自己 就是 学习好 先把自己 变得更好先 到时候你就 能够会掩饰英雄 就能够去选择 你要的总神伴侣 好吗 好 我们的这次的八字讲完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